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八月三十一號 星期四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威仁 首先來關心到颱風動態 氣氧局在昨天深夜十一點半 解除了蘇拉颱風的陸上颱風警報 預計最快今晚 就會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 一共有三個熱帶系統 包括強烈颱風 蘇拉 輕度颱風海葵 以及在昨天晚間 生成的輕度颱風 紅燕呈現三臺共舞 至於會不會產生 交互作用影響 氣象局表示仍要持續觀察 蘇拉颱風目前的暴風圈 已經完全脫離 臺灣南端陸地 氣象局在昨天深夜十一點半 解除了蘇拉的陸上颱風警報 不過它的暴風圈 仍籠罩巴士海峽 東沙島海面跟臺灣海峽 預計路徑再往南邊一點 可以提早脫離暴風圈 最快今天晚上 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附近船隻仍要嚴加戒備 昨天臺東市區間歇強降雨 濱海風強浪大 除了受到蘇拉颱風影響之外 輕度颱風海魁 目前也持續 朝西北方向移動 預估在九月一號二號 逐漸通過琉球南方海域 除了颱風也在臺灣的西南方的近海 臺灣處在這兩個颱風中間 因此在一號二號的時候 同時受到這兩個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 天氣還是是比較不穩定的 各地都還是會有短暫陣雨的情形 那它現在大多路徑 可能是往這個琉球巡島方向走 不過它距離 會不會靠臺灣多近一點點 這個就是未來這三四天 可能是週末的時候的這個事情 至於在昨天晚間 八點接力生成的輕度颱風 洪焰 預估未來向西北移動 九月三號四號來到日本南方海面 短期之內對臺灣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海面上也呈現三台共舞 受到颱風外圍沉降氣流影響 昨天中部以北高溫悶熱 苗栗頭份出現四十點五度 創下今年最高溫 新竹俄梅也有三十八點一度高溫 南投埔里也超過三十六度 氣象局提醒 接下來臺灣周邊環境 仍受到了大低壓帶影響 天氣不穩定 要持續留意颱風最新的資訊 記者薛宜嘉玲之間 珠鳳之無其稱 綜合報道 受到蘇拉颱風暴風圈的影響 恆春的風雨是十大十小 餐廳的聲音直接下滑七成 遊客的行程也被打亂 昨天原本晚間要登場的 恆春中原搶孤活動也取消 恆春鎮公所就表示 會引以在孤棚縣值拆除前 另外舉辦遊誼賽 午後的恆春鎮下起一陣豪大雨 汽機車紛紛減速慢行 速速拉颱風暴風圈影響 屏東恆春半島三十號風雨 十大十小 後壁湖漁港的漁民不敢大意 重新綁緊漁船繩索 海產街也只有幾間店開著 遊客寥寥無幾 生意下跌七成 店家熟練切著生魚片 杜蘇瑞及蘇拉颱風接連影響屏東 不僅影響生意 還讓菜價直接翻倍 成本大增讓業者無奈 同樣受影響的還有遊客 好不容易喬出出遊時間 卻遇到颱風行程全被打亂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墾丁竟然是 肯定下午風雨間歇 但沿海持續有大浪 吸引部分遊客到南灣 船繁石等地關浪 海巡趕緊上前提醒民眾 不要靠近已封閉的沙灘 真的沒看過颱風 所以現在來看 暗記的話是有民眾那邊 實施關浪 那如果風到雨是多大的話 我們會實施勸導 間歇性大雨加上強震風 恆春半島六鄉鎮停班停客 原本晚上登場的恆春中原 搶估活動被迫取消 工作員上午頂著風雨 收拾設備 部分參賽隊伍辛苦練習後 決定是否在拆遷前舉辦一次祈福平安友誼賽 紀念術顧捧場地 記者稱歡迎孟昭全屏東報導 等於關心到天氣 幾年清晨的降雨 主要是集中在臺東以及屏東地區 到上午六點為止 臺東縣金風箱 已經降下了一百八十四毫米的雨勢 而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臺灣東部東南部 還有南部地區會有短暫震雨 而且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 明天各地還有澎湖金門 馬祖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沿海地區還容易會有長浪發生 要特別的留意 而今天各地也容易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在恆春半島 臺東還有綠島 蘭雨 這邊有豪雨發生的機率 西北市山區 屏東縣山區 以及宜蘭花蓮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沉降影響 苗栗這邊就會有局36度的極端高溫 出現的機率 而桃園新竹縣也會有連續36度出現 高溫的機率 而新竹市 臺中市 則是黃色燈號 由於颱風正好碰上了中元節的大潮 高雄 屏東沿海地區 以及較低窪的地區 因為海水倒灌積淹水 而高雄迄今是一度水淹到成人的小腿 屏東東港鎮 東京裡積水 也將近半個輪胎高 怕菜碰到水 老人家將菜籃拿高 涉水回家 還有攤販碰上中元普渡的大日子 腳踩水中繼續做生意 我在這邊賣三年多第二次 我遇到第二次而已 這是水犯下嗎 對對對 還好 就是不會覺得很奇怪 凌晨七點左右 高雄起今派出所前 以及臨近巷弄較低窪處 碰上大潮 水深一度來到成人小腿 海水倒灌讓排水孔宣洩不及 還有民宅鄰近市場 海水混合油垢流進屋內 得等抽水機沖完水才能清掃 市府水利局也預估 三十一號凌晨七點前後 當地仍可能出現大潮現象 以備妥機具隨時待命抽水 屏東東港鎮低窪區也有積水現象 凌晨五點多水開始慢上來 積水超過十公分 當地里長預估三十一號 可能會再因海水倒灌而積水 高坪兩地積水在早上九點過後 陸續退去 但颱風影響還在 屏東往返小琉球的東流線 中午過後停駛 三十一號全面停航 天文奇景超級藍月 將在八月三十一號 滿月升起時出現 這將是今年最大最量的滿月 全球的天文迷都很關注 不過臺灣受到臺灣 颱風的外圍雲系影響 各地可能都是多雲 氣氧局分析 中部以北觀測到的機率比較大 二零二三年最大最量的滿月 即將在八月三十一號升起 這是八月同月份的第二次滿月 被稱為藍月 而這兩次滿月都是地球月球 距離在三十六萬公里以內的 超級月亮 具有雙重身份的超級藍月 並不多見 一九五一年到二零五零年間 只會有四次 八月再度登場的超級藍月 引發全球天文迷的關注 台北市立天文館指出 八月三十一號的滿月 地月距離僅三十五萬七千三百四十公里 是今年最大滿月 比今年二月六號的最小滿月 市面積增加百分之二十九 由於月球剛升起時 在地面景物對照的視覺效應下 會顯得更巨大 三十一號傍晚 將是最佳的觀測時間 三十一號的傍晚大概六點三十九分 這個月亮剛從地平線上開始升起的時候呢 那就會就是它跟地面的附近的景物相互的搭配 就會有那個視覺上放大的效果 不過受到颱風外有雲系影響 三十一號白天東半部及南部地區 可能有震雨 傍晚各地可能還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氣象局分析 中部以北觀測到超級藍月的機會比較大 記者需要您今天台報導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離岸風店區塊開發三支一期行政契約 昨天送件截止 經濟部能源局表示 五家業者全數向經濟部申請簽約 將在簽約資料收件後開始審查 盡速完成行政契約簽約作業 完工並往時間落在二零二六二七年 接著看到聯合報 大專校院外語群等人文社會相關學科 缺額率居高不下 成為不少大學首先減招的目標 教育部統計 就讀人文類科的學生占比不到兩成 外語等學門近年人數也持續下跌 學界指出高中生選系階段就開始偏時 國家政策也不斷強化 優秀人才只能當醫生 工程師 沒有想到文學家金融家的可能性 最後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交通部研議改進駕照取得規定 一旦被吊銷 吊扣駕照 再次取得駕照不是永久有效 而是有兩年三年和六年的孝齊 最近就會公布草案 預計明年三月來實施 北市是接連發生了行道路樹的段落意外 造成了一死一傷 其中在中山北路一段的行道樹倒下 當場雜重路過的靈性歧視 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家屬無法接受路樹為妥善維護奪取人命 以對北市公園處提告過失致死罪嫌 公園處則表示 將協助家屬申請六百萬元的賠償金 車水馬龍的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機車主騎車經過 突然間路旁一顆蜂香樹倒下 正好雜重經過的六十七歲騎士 騎士當場倒地 鮮血直流 送醫急救 宣告不治 募集民眾及後方騎士都心有遺跡 警方到場後管制交通公園處及委外業者 到場瞭解情況 並且移除倒下的路樹 還派員慰問家屬 上午十一時四十分尋 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五號前 發生路樹倒下 致死機車騎士受傷的事故 楊系的路樹倒下原因 有在相關單位調查好比 去年我們調資料出來看 我們的同仁是發現 他有流礁的狀況 現場看到是 他折斷的斷面是有腐朽的現象 公園處強調 依照規定 行道樹每月會做一次巡查 因為這棵蜂香樹的樹幹內部腐朽 無法承受外力斷裂 導致漢似發生 死亡的話 理賠的上限是六百萬元 那我們今天去慰問的話 那我們那個保險公司這邊也提供 一萬五千元的一個慰問金 很空的聲音 那你健康的樹 這棵蜂香樹應該是很紮實的聲音 那這一棵白白的是什麼 是不正常的是菌 雖然公園處強調 這棵蜂香樹外觀沒有異常 不過實際請病蟲害專家到場觀察 卻發現樹的外皮已有受傷 產物看出早已遭到病蟲害 樹幹脆弱 加上三十號風力較強 疑似因此被吹倒量貨 至於詳細事故發生原因 以及相關責任 正由檢警調查中 另一件樹枝斷裂砸中路人的事故 則是發生在昨天下午四點多 造成一名三十多歲的女子擦傷 一名流姓女子在昨天下午四點多 走在基隆路二段和平東路三段路口時 因為人形到旁樹木的樹枝斷裂 遭到掉落的樹枝砸中 柳心女子意識清楚 經過救護人員現場減傷後 發現她的肩膀和背部有輕微擦錯傷 將她送醫治療 這也是臺北市昨天第二起露樹掉落 砸到民眾的案件 同樣是天外飛來橫貨 有一名政大女學生在上個月底 是在新北板橋的新浦捷運站前等公車時 遭到高處墜落的冷氣機雜中身亡 防護部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協助家屬 向地檢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經過新北地檢署審議之後 決定補償新台幣180萬元 在路邊等公車突然油冷氣從高樓掉落 一名政大女學生慘遭雜重身亡 發生在上個月底 新北市板橋這期死亡事故 經過新北地檢署29號開會審議後 決定補償死者家屬180萬的犯罪被害人 補償金 無論台板柬埔寨案或是台北市市林 發生的馬來西亞籍蔡姓女大神明案 死者家屬都將獲得的補償金都是180萬 金額會相同 畢竟今年7月1號剛上路的犯罪被害人 權益保障法 明定被害人 因為犯罪行為死亡 只要家屬向地檢署提申請 移輸補償金一律180萬 不過像是長榮大學 馬國女大神明案 在就法計算 就獲得超過兩百萬補償 也讓輿論對新法掀起質疑 那這個補償金的性質是國家的責任 並不會再影響到他民事賠償的部分 而且拿到了這個錢以後就不必再做其他的扣還 救法的話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有時候東扣西扣或者是整個這樣計算起來 反而金額是不會那麼多 如果和解了以後就不能申請了 雖然就法金額累計最高達到兩百一十萬 但還得扣除社會保險等等費用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表示 實際領到的補償金大多不會比新法多 法務部也回應新制改採單筆定額即復制 不會扣除任何費用 也不再由政府先電款向家害人追討 把補償金當作特殊社會福利補助 用國家的錢來給付 記者川成一鋒台北報導 二零二三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在昨天登場 兩市市長是簽署三項合作備忘錄 蔣萬安強調 雙城論壇不僅是城市治理的角色 更肩負兩岸關係重要關鍵的指標意義 此外蔣萬安也關心農產品書中 以及向上海爭取小貓熊 明年能到台北市立動物園 二零二三台北上海雙城論壇正式展開 主題為新趨勢新發展 雙方主管局處也就減碳有序 會展產業及羽球運動等三項領域 簽署合作備忘錄 兩市市長握手孩子派留下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論壇 由上海市副市長話員親自主持 規格超越以往 至此時早安五度強調雙城好兩岸好 認為雙城論壇在兩岸關係中 扮演重要的關鍵性指標意義 也用江河行州比喻兩岸關係 雙城好兩岸好 兩岸關係恰如江河行州 當然不應該是過境遷返皆不適 但是也不應該一廂情願地認為 青州已過萬重山 民族復興 國家強盛 兩岸中國人才能過上富足美好的生活 歷史不能選擇 現在可以把握 未來可以開創 公正發言挑起兩岸敏感神經 是否覺得被吃豆腐 江湾並未回應 據瞭解江湾在二十九日的閉門會中 主動提及農產消忠 讓台灣果農放心中 上海市民安心吃 也希望爭取小貓熊明年來台 現在我們的小貓熊 它的血緣期待更新 而上海動物園的小貓熊基因 正是我們所想要的 雙城論壇從二零一零年舉辦至今 已經簽署了超過四十項的合作備忘錄 江湾這一次的城市交流 能達到什麼樣的具體成效 也備受兩岸以及朝野的關注 江湾上海行來到第二天 下午行程麻不停蹄 接著前往參觀上海圖書館東莞 上海城市規劃館 也參訪保障性足齡住房 還親自下場體驗運動場館 以前會有於在地青年交流 台北上海同為高房價城市 江湾這回也特地安排行程 了解上海的住宅政策 互相交流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是宣布 角逐二零二四總統 外傳在記者會的前一天郭侯曾經碰面 侯友宜反駁日期不對 而至於柯文哲前一晚和郭台銘 在跑攤時曾短暫碰頭 柯文哲表示兩人會面的時機還沒成熟 賴清德則以副總統身份出席 僑委會會議的閉幕典禮至此 逝逢七月半中元節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到臺北火生廟參香 黨籍前院長陳錦翔全程陪同 畢竟上禮拜明進黨參選人賴清德 才來過 回房故莊意味濃厚 何況在野整合還瞧不攏 外傳郭台銘宣布獨立參選的前一天 郭侯曾經見過 侯友宜只反駁日期不對 談話內容則要郭對外民說 兩人有沒有要再喝咖啡 侯友宜不知可否 對於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爆料 三週前曾跟郭接觸 對方堅持郭上喉下 侯友宜 也只有一句尊重 而黨主席朱立倫 則是在喊話大舉為重 還不能夠團結在一起 還都一切只想到自己 只有自我 沒有大局 那我們真的是對不起主流的民意 至於前一晚 同場短暫碰頭的郭台銘與柯文哲 也沒坐下談一談 柯文哲直說時間點還沒成熟 要談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原則上還是讓幕僚先去作業 我覺得跟商業還是有很多不一樣 甚至還是按部就班 按照程序走 三十號一整天沒公開行程的郭台銘 只在臉書發文 一篇持續邀柯喝奶茶 另一篇則隔空聲援柯文哲大選時領都聰明獎學金被攻擊 而面對二零二四大選可能成為四角都 民進黨中央祭出不嘲諷 不涉入不評論 不參與過連數謹慎應戰 選戰公務都得兼顧賴清德維持步調 靜觀非綠陣營的一舉一動 英國外交大臣柯維力三十號訪問中國 和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會面 希望能定期對話避免誤解 藉此改善中英關係 但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同時公佈報告 首度稱臺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維肖握手英國外交大臣柯維力三十號到訪中國 先跟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在北京會面 柯維力原定七月底就要訪中 卻碰上前外長秦剛消失事件 因此將行程延後 這是繼二零一八年之後 五年來再有英國外交大臣訪問北京 希望改善疊至低點的中英關係 就在柯維力出發前 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公佈報告 要求英國政府立抗中國威脅及維護臺灣主權 其中更首度稱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國民是中華民國 臺灣擁有具有國家地位的所有資格 只是缺乏更廣泛的國際承認 由於柯維力仿中被保守黨人士批評 是在對中國示弱 衛會主席就指出柯維力應該公開支持臺灣 還有討論人權問題 外交部層次歡迎英國國會關注印太區域情勢 以及與日俱增的中國威脅 並感謝對臺灣地位及國際參與的支持 而此時共軍還是不斷擾臺 國防部30號公佈爭獲中共派出三十二架四軍機 五艘次軍艦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 其中十二架次軍機及無人機 逾越海峽中線以及進入西南空域 國軍運用任務機艦及暗制飛彈系統 嚴密監控與應處 記者韓英莊志成整理報導 非洲國家嘉蓬上個週末舉辦總統大選 由現任總統贏得第三個任期 沒有想到在昨天是精傳政變 總統彭哥被軟禁家中 政變領袖們是任命共和國衛隊指揮官恩古馬將軍 擔任過渡總統 中非國家嘉蓬週六舉行總統大選 就在國家選舉機構宣布 宣任總統阿里彭哥以百分之六十四點二七的得票率 贏得第三個任期後 十二名宣稱代表體系過渡和恢復委員會的軍人 三十號現勝國營電視臺 譴責這次大選欠缺透明與可信度 國家正面臨嚴重的政經和社會危機 因此他們決定結束現有政權 解散政府與國會等機構 在正面消息發布的同時 加封首都自由市槍盛頻傳 事實上這次大選充滿爭議 週六投票當天部分投票所開放時間延宕 政府以管制假消息與暴力為由切斷網路 並宣布每晚時事宵禁 同時下令部分外媒暫時停播 引發主要對手歐薩質疑選舉舞弊 加鵬盛產石油和可可 但國家本身貧窮 遭軍方推翻的阿里彭哥掌權十四年 而他的家族更以執政超過半世紀達五十六年 反對派正積極尋求變革 正面消息傳出前 歐薩陣營宣稱歐薩得票領先 呼籲彭哥以不留血方式交出政權 而對於非洲又一個國家精傳政變 目前正齊聚西班牙召開會議的 歐盟國防與外交部長 立刻表達關切 歐盟首席外交部長表示 歐盟將討論如何調整非洲政策 以穩定當地情勢 而加防軍方發動政變後 已經恢復當地的網路 後續情勢如何發展備受關注 公視新聞曾惠明編一 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今年八十一歲的麥康諾 三十號再度是在盡頭前僵住 時間超過三十秒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目前還不清楚麥康諾的情況 但將與他聯繫 不確定 麥康諾將駐超過三十秒 聲音戰斗低沉 隨後被護送離開 他是參院任期最久的政黨領袖 他的一位助理表示 他將在下一次公開活動前諮詢醫生 他的發言人說 麥康諾在記者會上 突然感到頭暈而暫停發言 這是麥康諾 繼七月二十六號 在一場記者會講話到一半 突然失神之後 再度發生類似情況 當時他將住被帶離現場 幾分鐘之後才回來回答完問題 事實上早在好幾個月前 麥康諾在體力跟政治工作能力上 均大不如前 今年三月他曾摔倒 造成腦震盪跟骨折 之後又至少跌倒兩次 還向參院請假約六週 相關事件加深外界疑慮 也引發共和黨跟民主黨國會議員 懷疑一些高齡同事行使職權能力 是否依然自如 華府許多高層人士 居黏於股息 參議院平均年齡超過六十四歲 路透社民調顯示 百分之六十一的美國民眾 擔心國會議員年紀太大 以至於無法代表美國人民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英國首都倫敦 已經在部分地區實施 將近四年的超低碳排放區 針對污染較嚴重的老舊汽車進入 每天加徵約新臺幣五百元的費用 倫敦市府二十九號開始 將實施範圍擴及 整個大倫敦地區 引發大批民眾上街抗議 大批憤怒的倫敦民眾 二十九號在唐寧街 高舉廢除超低碳排放區的標語 甚至大罵倫敦市長卡恩 是搶錢的騙子 要求倫敦市府 停止將超低碳排放區 簡稱Uless的實施範圍 擴大到整個大倫敦地區 為了有效改善倫敦的空氣品質 降低空污對民眾健康的傷害 倫敦市府從前首相強身擔任市長時 開始規劃所謂的超低碳排放區 接替的現任工廠級市長卡恩 正式執行 二零一九年開始 針對開進市中心 二零零六年之前生產的汽車與貨車 以及二零一五年之前生產的柴油車 每天徵收十二點五英鎊 約折合台幣五百零三元的費用 一開始只在倫敦市中心一小部分推行 二零二一年擴大實施範圍 如今在全市實施後 加把其他五百萬人居住的地區都納入 而這些地方通常公共交通網絡較不發達 民眾進城必須靠開車 而這個倫敦約九百萬人口 倫敦市長卡恩跟英國首相蘇納克 也為了這項政策引發口水戰 降低空氣污染 保障市民健康 政府責務旁貸 但如果在環保 與不傷害一般民眾生計當中取得平衡點 恐怕才是問題的關鍵 公主新聞 不滿二審訊判結果家屬難掩憤怒 因為城中城大火的主嫌黃格格 未被判處死刑 一審認為黃格格涉犯放火過失致死罪 從眾論處無期徒刑 恥夺公權終身 檢察官家屬不服上訴 二審將原有過失致死罪撤銷 改為殺人罪 但行度不變 因為何一廷認為黃格格是間接故意殺人 不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情節最重大之罪 不能科除死刑 加上無期徒刑至少服刑二十五年 即使出獄也超過七十八歲 對社會危險不大 判他免死 城中城事發至今兩年多 大樓已改建為公園 死者家屬戴小姐說 替逝去親人討回公道 不因時間空間改變而動搖 會上訴到底 盡全力讓黃格格被判死刑 記者王庭許正俊高雄報導 其實有很多民眾的住家為了安全 都會加裝防盜鐵門 但高雄城中城大火之後 中央現在有了新規定 只要是一九八一年後 八樓以上十六樓以下的社區大樓 都必須要辦理公安檢查申報 禁止撕射鐵門 安全梯的迴轉半徑 也不能跟鐵門重疊 社區住家常見的鐵門會加裝 通常是為了防盜多一層保護 但現在如果公安檢查 有消防安全疑慮的話 就必須要拆除引發民怨 就在二零二一年高雄城中城大火後 中央今年公告必須辦理公安檢查申報 只要一九八一年後 八樓以上十六樓以下的社區大樓 開向樓梯平台門上的迴轉半徑 不得與安全踢或樓梯寬度 迴轉半徑相交 為者最高處三十萬元 而且可連續處罰 另外樓梯間放置私人物品 也得通通撤除 申報頻率是每三年一次 在進行安檢的時候 通常會先通知住戶的 這個社區的管委會 那管委會就會個別通知住戶 所以很多住戶就會在消防安檢期間 先把鞋櫃先收進到室內 那等到消防安檢通過 這經過之後呢 再把鞋櫃拿到室外來 這樣好像就有點變成說 這流於形式 銀建組強調檢查申報 主要的目的是在確保民眾 進到樓梯空間避難時 逃生動線維持安全順暢無阻礙 關鍵在外開防盜鐵門 是否會妨礙樓梯避難 才是檢查重點 而走廊並不在住宅類建築物的 公安檢查項目內 記者維尔宜王新中推報導 昨天全國開學日 登革熱疫情最嚴重的台南八大熱區 94所國中小學都提前進行 校園噴藥防治作業 也持續的來加強防疫工作 有家長是讓小朋友 帶防蚊液去學校 並且穿上長褲防蚊 三十號是全國開學日 位在台南登革了疫情嚴重的八大熱區 的中藝國小 一早就展開校園整理工作 也有家長幫小孩準備防蚊液 帶去學校使用 且穿長褲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高雄 學校大多敢在開學前清掃水溝做登革熱的防治 並且提供防蚊液給學生使用 那所以環境的消毒整潔 班級的一個衛生維護是首要 全台登革熱突破三千例 重災區的台南三十號 再新增一百五十七例 本土登革熱確診病例 目前已累計兩千九百零一例 連續一週天天病例數都破百 疫情緣峻 台南市長黃偉哲 一早也尋釋校園的狀況 當然是開學校園的安全 第二是防疫的狀況 雖然在西北 疫情比較沒有嚴重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小心 因為這個以台南以北的 像雲林啊 像台中啊都有病例了 所以說我們西北要特別注意 台南市衛生局呼籲 這次流行的是第一型的登革熱病毒 臨床症狀不明顯 一旦病發重症 未及時治療 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呼籲民眾注意自身狀況 若出現症狀 應該近處就醫 記者溫症 網路庭 許中均台南高雄報導 昨天開學日不過卻遇上了客運業史上嚴重的缺工潮 台中市交通局宣布部分的路線減班或者拉長班距 當地客運業者是推出高薪高獎金來搶人 但目前還是短缺八十名駕駛 推估面臨投訴壓力是導致駕駛流失的主因 開學第一天 放學時間高中生在站牌前等公車 但同學們各個憂心忡忡 因為外傳客運業缺駕駛減班 真的就遇到搭不上公車的情況 全台客運業正面臨史上最嚴重的缺工潮 以台中市為例 十八家公車業者近年駕駛已流失百分之十六 因此交通局宣布因應開學 七百路跳蛙公車副駛但減班 從一天十二班減為八班 一百路等五條幹線公車拉長班距 尖峰十分鐘一班調整為十五分 離峰十五分鐘一班調整為二十分 這家客運業者開出爭財條件 公車駕駛除了平均月薪五萬五千元之外 工作滿半年還可加發最多六萬元任職獎金 另外推薦駕駛來工作 還可以領三萬元介紹獎金 但儘管條件優渥 目前四百六十名駕駛員額 人缺八十人 有十三條路線 被迫減班營運 她觀察與大環境有關 檢舉達人 然後違規祭典的問題 這些大環境的一些改變 讓他們覺得更沒有保障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會流失了 會相對以國道跟遊覽來說 市區是比較嚴重 沒有錯 加龍局表示 目前已重新調整重疊的公車路線與班次 發揮最大運輸效能 也請台中市公車工會提送運價調整案審議 呼籲公車業者提高駕駛員的薪資福利 吸引更多民眾投入 記者 王龍濤 台中報導 捷運三陰線目前進度已經達到七成 預計在後年晚工 首輛列車正式對外亮相 新北捷運局表示 列車的車頭首創CCTV監控攝影機 與障礙物偵測裝置連動 將引向即時回船行控中心 車身主打萬里藍天悠遊峽谷 格外吸睛 這是經過十萬人票選的捷運三陰線列車外觀 首列列車三十號正式對外亮相 新北捷運局表示 列車交由意大利設計 日本製造 出廠前採取最嚴格測試 沿大陸環中線列車的優點 拓寬走道寬度 車頭首創CCTV監控攝影機 提升行駛安全 捷運三陰線從民國一百零五年開始動工 配置二十九列列車 新北捷運局指出 交車進度從十一月開始 每月交付兩輛 明年九月全輸運底 捷運三陰線約十四點二九公里 設置十二座車站 起點頂埔站 路線行進土城區 三峽區 鷹哥區 目前進度達百分之七十點六億 預計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完工 有助三陰地區到臺北市 通勤時間減少二十分鐘 針對當地居民反應軌道沿線噪音 區長 里長要求捷運局 證實問題提出解放 有一個半照式的擋音牆 那在未來他會去測試他的聲音的那一個值 他有一個值 只要有接近 不是超過 他就會再做加強 很多那個公車 有的學生都搭不上 還有上班族的 很難很難搭的上車 到那個板橋台北 新北捷運局表示 三陰線預計十二月全線合龍 軌道將全面鋪設 明年就能看到列車上線測試 距離通車更近一步 至於民眾反應噪音問題 目前裝設半照式的隔音牆 透過列車測試 在正式通車前滾動式檢討改善噪音 記者黃子杰 陳信龍 張子佳 新北報導 花蓮著西鄉山區近襲的黑熊頻繁出沒 有隻黑熊在二十八號晚間闖入一戶機舍 吃掉了七隻雞 屋主是趕緊通報 林業署花蓮分署到場 施放大龍炮協助驅離 此外 在著西山區二十七號 還發現有另一隻黑熊受困陷阱 三十號進行青創手術時 突然休克不治 醫療團隊三十號上午 唯一隻黑熊進行青創手術時 黑熊突然休克 雖然持續搶救 仍在下午不治 這隻黑熊是二十七號 在花蓮著西鄉被兩名部落少年發現 受困陷阱 主動通報並協助救援 林業署花蓮分署動員三十人 林業搶救 最後還是無法控制感染而死亡 近日會將遺體送交農業部獸醫研究所 病理解剖 瞭解有無其他疾病 可增加臺灣黑熊基礎病理資料 黑色身影出沒雞舍 田信屋主上前查看 發現是一隻臺灣黑熊趕緊通報警方 二十八號晚間十點多 有一隻臺灣黑熊闖進酌西鄉一戶雞舍 還吃掉七隻雞 雞舍圍離也遭到破壞 花蓮分署獲報後派員前往現場 釋放大龍炮 驅離臺灣黑熊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第一次見到臺灣黑熊 田信屋主又驚又喜 但也擔憂臺灣黑熊 再回來覓食 花蓮分署提供熊林 防熊噴霧及鞭炮 也協助架設相機監控 針對黑熊造成的損害 也會提供相關補助 花蓮分署表示 社區部落組成 黑熊巡守隊每個月 巡守為黑熊保育提供幫助 每年最高核發六萬元獎勵金 巡守範圍內 如果拍到臺灣黑熊影像 每次可獲五萬元獎勵金 但每年兩次違憲 由於酌西鄉山區是黑熊的家 最近黑熊頻繁出沒 花蓮分署也提醒民眾只要做好 防護措施跟通報 就能避免人熊衝突 記者黃子傑 陳希隆 溫家凱這位的臺北花蓮報導 紀錄片導演李慧仁過去曾揭發 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 相隔十年再度推出不能戳的秘密三 實驗室生物安全 他凸顯官學共生結構 指出當年在防檢局服務的 邱垂章博士論文內的實驗研究使用的 禽流感病毒未經申請 李慧仁質疑官僚體制結構 歪斜 官員持續硬拗 遭點名的邱垂章回應 他被醫學大學舉行學輪會調查 指出他的論文無違反學術倫理 接下來監察院的調查也表示 沒有發現為師之處 他在擔任家衛所所長時 有向李導演說明 重申當年執行的是死病毒疫苗開發 導演李慧仁希望透過紀錄片撥亂反正 因為如果不去正式實驗室生物安全 很難預料未來會不會因此再度爆發 類似武漢肺炎的疫情 但邱垂章重申當年的過程 並無違反生物安全的相關規定 記者林金門 吳家寶 臺北報導 阿根廷從八月中旬開始陸續有數十隻海獅感染高致病性潛流感病毒死亡 雖然阿根廷澄清目前不屬於高致病性潛流感國家 但動物衛生單位高度警戒避免病毒擴散 阿根廷境內南大西洋巴塔哥尼亞的海灘上受高致病性潛流感的病毒感染的海獅 應應一息 已經死亡的海獅則是用紅色顏料作成記號 從八月中旬開始陸陸續續有五十隻類似病例的海獅死亡 動物衛生單位懷疑禽流感意再哺乳動物之間傳播 由於巴塔哥尼亞北部是重要的海獅保護區之一 總共侵襲著四千多隻海獅 引起當地動物衛生單位高度警戒 從二零一年底開始 停留感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 情況令人擔憂 海獅確診潛流感的首例出現在這個月的十一號 從大象南端的火地道 二十隻死亡海獅偵測到潛流感病毒 而阿根廷最佳海濱度假勝地馬德普拉塔 幾天前也發現了死亡的海獅 高致病性潛流感的傳染力極強 包括雞 鴨 鵝和野鳥或是其他動物 甚至人類都會受感染 目前在世衛的紀錄中 阿根廷並沒有情類感染高致病性潛流感 但針對海獅死亡 阿根廷表示已經指示各地方採取措施 遏制病毒擴散 關於新聞 璇露佩秉 南亞國家巴基斯坦的首都星期二交通尖峰時間 有一頭獅子突然跳車 在市區遊蕩兩個小時才被捕獲 當時有大量的民眾圍觀 造成現場大塞車 巷子裡出現龐然大霧 巴基斯坦首都喀拉痴週二發生獅子逃脫事件 一頭獅子在遭通尖峰期間 突然從一輛私人車輛中逃出 他現在路上徘徊一段時間後 轉入一棟建築物的地下室 消息一傳開 救難團隊媒體 及圍觀民眾蜂擁而至 造成現場大塞車 這頭獅子在外遊蕩兩小時後 才被捕獲 目前由官方安置 野生動物部門表示 在住宅區飼養獅子是非法的 獅子的主人已經被拘留 警方將對他進行告發 而飼養獅子當作寵物 在巴基斯坦並不罕見 部分富商還熱衷於經營私人動物園 無獨有偶 義大利也有熊媽媽 帶著幼兒逛大街的熊出沒場景 上星期六有目擊者拍下一頭母熊 在街上來回走動 四周還有遊客拍照圍觀 沒多久便可看到兩隻幼兒 跟上他的腳步穿過街道衝下樓 讓民眾相當驚奇 專家表示 帶著小熊的母熊 通常會閃避人類 但若受到刺激 他可能會有激烈反應 在戶外碰上野生的熊 最好是安靜地撤離現場 公視新聞 張玉萍編譯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空氣如何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共需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通閒再會 請問... 謝謝